晚餐時間夜市人來人往 小朋友一經過這個攤位 都停下腳步 看得目瞪口呆 攤位旁出現一隻庞然大物 庫斯拉怎麼從電影中跑了出來 在夜市賣烤餅 小朋友們一邊吃烤餅 一邊搶著汗帥氣恐龍合照 好吃 大人小孩吃得讚不絕口 農農起司配上豐富餡料 從國外引進的新吃法 吸引不少掏客慕名而來 因為國外跟台灣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把它混合了一個 中西合併的一些口味 所以希望大家台灣人 也可以去適應這樣子 利用恐龍當噱頭 在夜市幾百個攤位中成功吸睛 近來恐龍造型正夯 到處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陡峭山路上騎著重型機車 或是騎腳踏車還日月潭 甚至在溜冰場上 拖著笨重身形 也要在冰上溜一圈 捷運車斗都能看到恐龍 鄭兒育龍的吼叫聲 讓小朋友又愛又怕 龐大身形 吸引小孩大人目光 復仇業者看見這股魅力 讓恐龍成了行銷手法新寵兒 記者桃園最好報導